各位好 弗拉贝尔灰熊 又到我们画画的时间 今天我们来画一个不同观念 但很类似的细景 什么叫不同观念 也就是我们在交界平衡比触的 平衡这部分 我们发现不平衡的透视 也能够产生更深远的空间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世界 也就是我们用视角 或者是视角的往上或往下看 这样子能看能不能让一条溪水 它产生一个更深远的空间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片 这个中间它有一套光线 这个就好像我们人像人体一样 有些光线就照在你的中间 这边就类似我们的头部 这边类似我们的下半身 那这个的方式呢 我们期待我们来做出 这个吸水它的纵深的方式 会更深 而且更大 更深远 而且它更富有可阅读的东西 因此呢我们会利用H的方式 来产生这个吸水呢 在背景上面所产生的 跟它的这个互动的关系 吸水如果我们用快条线湿点物 然后再平 就是平图的平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它应该会产生快撞到平撞是最远的 所以这个是快撞的 这边是平撞的话它会是最远的 好 那我们来想怎么样让这个吸水 就这样凹凸凸凸的吸水呢 能够在这个我们设计的下面呢 能够产生很深远的感觉 而且呢让我们这个后面的岩石 跟这个岸边呢 能够产生相对等的一个近视角的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是朝上看 就往上看的这种角度 然后受光的感觉 好 我们来试试看 好 我们来试试一次 我为了这个网路上的示范 那我们通常我也要买的色彩 我会想把有类似的 在光撞击以后可以算是有点 好 这样 那我这次加一点都很差 好 那这个broken color是yellow deep 加上这个yellow deep呢 它比较亮 所以我床上就坏了 刚才是床下面画很久 那床上面画下去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我这里刷开 刷出这个岩石的部分 好 这里呢 让它穿越过来 这个岩石呢 把它穿越过来 这个岩石呢 把它穿越过去 对 然后把它穿越过去 我们把这边做成块状 把这样的快条线式的地方 把它穿越过去 现在我们画在岩面上去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原石跟水 做一次以后 你就会参加红色的 但是已经看得出来 前后遮挡的关系 它就形成了空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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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